花了五百万却只能玩一次的游戏 它究竟长什么样的 先在后看 是好喜欢的 如果说世界上最神秘的游戏是什么 那一定是发行于198球的Cue Switch 游戏发行了30年 被全世界的玩家疯狂追逃 但至今都没有人知道 游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Cue Switch是全世界最神秘的游戏之一 据说全球只发行了五千份 并且游戏里设定了一个程序 只要通关之后 游戏就会自动消费 无法再玩第二次 据称 在2004年 日本的一位玩家花了接近五百万 才买到了全世界最后一张游戏光盘 并对外宣布 将于第二天直播公布游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然而这名玩家却突然就此消失 直到几天之后 这名玩家终于上线 却只发了一段对着屏幕抱着凑哭的诡异声 视频一经发布 便再次引爆了玩家们对于Cue Switch的耗语 但是在这样子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 终于找到了这个可以解开Cue Switch 所有真相的关键文化